227 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 讚呂曼 作更有效運作市廳需公眾投訴 2015年7月4日匹列新聞 匹列兒保二日信 兒保新任市長拿督讚呂曼強調 市政廳需要公眾的投訴 因為投訴是市政廳與市民緊密相連的一項證明 針對有人投訴市政廳與公眾缺乏對話 他表示 市政廳或許會與相關單位與非政府組織舉辦見面會 以聽取意見 協助市政廳更有效運作 他今早7時52分抵達兒保市政廳 首日使用紙模掃描器登記上班 然後在兒保市政廳被宣諾莫哈末紮冠和市議員 俱樂部主席拿督莫哈末拉端的陪同下接受媒體訪問 則而 與市政廳各部門主管和市議員進行會議 首要任務確保清潔順及上任後首要解決的課題 讚呂曼說 地方政府的課題大同小異 任何地方政府都會將清潔設為主要事項 業績垃圾 溝渠及野草等 以確保兒保常保清潔 他表示 此外 其他事項包括兒保的規劃及發展等 以便將兒保市打造為安全及舒適的城市 他亦希望兒保市政廳能與媒體保持良好關係 將門牌稅帶上諮詢委會津及最近熱門的門牌稅課題 讚呂曼說 門牌稅是地方政府的經濟來源之一 就一般情況而言 門牌稅上將包含許多因素 如空間礦建導致面積計算有所變化 或產業用途改變等 無論如何 我會了解相關情況 在大賞諮詢委員會Lemberg-Pinashat尋求意見 他強調 人民也須了解 要獲得最好的服務必須相應地付出費用 而門牌稅的稅率是根據產業時效價值而定 針對兒保旅遊業 讚呂曼表示 要鞏固旅遊業 他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在市政廳下設立一個委員會 集中於策劃和落實旅遊事務 展望而成竿證文名城市鎮呂曼畢業於馬來亞大學 主修經濟 現年48歲的他表示 他投身公共服務領域約二十年 雖然經驗不算多 但在挑起兒保市長這個重責時 希望能以自身經驗 以及在州政府 各部門主管 市議員 委員會和媒體的支持下減輕重擔 信及他之前在萬庸市議會擔任市議會主席最驕慕的成就 他指出 成就並非來自他個人 而是以團隊取得 使萬庸在全馬最佳地方政府排行榜中排名第三 針對他未來的展望和目標 他表示希望以保成為乾淨和文名的城市 他說 以保以紅搏發展 並取得四星成舟 以在州政府的政策 尤其是迫力看定泛榮下 市政廳目前已有的政策必須進一步加強和穩定 以照顧全民福利 同樣的市民也必須給予合作 分號 嗯 嗯 嗯